大家好,欢迎收看碎片集,我是十四 本期我会介绍几条Procreate的新手小技巧 在视频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多发现弹幕支持一下 接下来就开始吧 这两个操作是我平时使用最频繁的操作 在画错之后,两次清点屏幕就可以撤销一步 但如果不小心撤销错了 这时候可以三纸清点屏幕激活重做操作 通常是想按屏幕直到出现这个模块 拖动到你想要吸取的位置,松开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小技巧会更加精确 打开操作,偏好设置,手势控制 你会看到很多条目,然后选择吸管 将延迟调到0.3秒左右 这时候再退出来试试 你会发现操作更有效率了 将右上角的当前颜色拖拽到闭合线段内 就可以填充了 注意一定要是闭合线段 否则会填充整个画板 如果想要画出很流畅的直线或者圆形 这时候就可以用到QuickShape 方法是在画线段的最后一笔停顿一秒 这时候会变成一条直线 在这里提一点 在画长直线时不需要一直画到底再停顿 可以画一条较短的线段 再进行QuickShape操作 要注意也不能太短 否则拉长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要经常使用这个功能 我推荐将延迟缩短 同样也是进入手势控制面板 将QuickShape的延迟调升到0.4秒左右 会比默认的数值要顺手不少 如果你们使用的也是磁盘的话 会发现它不像经典面板那样 很容易选择纯白或者纯黑 这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小技巧 再靠近白的区域双击 这时候就会变成纯白 同样再靠近黑色的区域双击 就会变成纯黑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三连加关注 谢谢 下期节目我会带来几条 进阶的Procreate小技巧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下期再见